在舞厅里 流浪汉与斯开普 邂逅了歌女埃德纳 却因付不起钱 而被人扔出了舞厅 当流浪汉垂头丧气地 回到破烂不堪的小屋时 斯开普突然发现了什么 他拼命地刨坑 竟挖出了一个 装满了钞票的钱家 于是接下来的一切 都被改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别林基于他真正艺术家的天性 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 幽默等于生活的特殊意义 他从早期的滑稽电影中摆脱出来 逐渐把严肃的题材和喜剧片的传统手法 巧妙地结合起来 在卓别林对现实的讽刺影片中占特殊地位的 正是这部1918年拍摄的《狗的生活》中 深思代替了嬉笑 忧郁代替了嘲怒 通过这部影片 他放弃了滥用的低级趣味 而以发人深省的笑代替了唇声音笑 用同情的微笑代替哈哈大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